今天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從來沒有這麼樂放過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非常感謝世銀 世銀 他每次叫他世銀 我每次叫他世銀 我有去拜訪過他了 在沙拉拉拜訪過他 對 那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先休息一下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是30年前 30年前 我們是世銀明教授 站起來 世銀明教授 那我完全 那時候他跟我們一些學術界的朋友 還有 還有張教授 張國隆教授 世銀明教授是台大跨工系的教授 張教授是台大物語系的教授 那我是教大同系的教授 我比較年輕一點點 年輕一點點 那在那個30年前的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 就是說大家覺得核能呢 發電呢 就是說 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譬如說像 身後保護 像舞蹈 所以呢 其實成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我們是剛開始的主要目的是反而 但是我們反而 反一反以後呢 接著也覺得說 台灣的環境呢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 所以我們就開始 譬如說反恐 對空污啊 六青啊 財化等等啊 還有一些廢棄物的問題啊 我們都一直來注意 所以我們跟一些所謂的 政治人物也好 就立法院 我們都很熟 對於遊說一些政策上 法律上的定義 那當然最近呢 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政府已經答應我們 2025揮合 那2025揮合呢 我們知道核能化電站台灣的化電量14%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利能的部分能夠上升 那再加上呢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 今天講的主題 氣候變遷的問題 因為二氧化碳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希望減少這個 所謂的化石燃料的這種應用 就利用化石燃料 我們希望能夠 所以我們一直在立法院游稅 跟政府游稅 就是說我們需要一些 綠色的燃料 就太陽能 風能 地熱等等 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我們生活環境 空污 廢棄物 我們一樣都會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今天呢 剛剛有傳了一些 就是我們也希望啦 這當然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 大家一起來關心台灣的環境 那關心台灣的環境以外呢 我們也希望有更多人來參與 那有興趣的話 譬如說像今天 今天我們本來是禮拜二啦 每一個業的 第二個禮拜的禮拜二呢 我們有一個志工 志工即餐啦 啊我們有一個志工呢 他就會來幫我們煮飯 就像剛剛看到的 那因為私人呢 他要來演講 我們就說啊就用今天來 大家一起來 好啊 我們那也是跟大家講說來 吃點東西的 不過如果說大家如果早點來的話 好東西不夠 哈哈哈 今天我們的志工能夠準備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啊我們知道呢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目前在全世界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我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也造成現在極端氣候 譬如說以下的很大 然後乾旱地方也乾 濕的地方也濕 然後夏天也熱 冬天也冷 就是說整個極端氣候呢 會產生一些對我們生活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 好 那我去年我會認識蔡市任呢 是因為我去年去莫洛哥參加一個 全球那個COP22 就是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連日國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好第二十二屆 今年呢會在 會在那個波浩 波浩幾下 好 就去年呢我去莫洛哥去參加那個會議 那我也聽說我們一個台灣女孩呢 非常的勇敢 他在那邊沙漠中处 然後呢也很關心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問題 那我去拜訪他呢 他也帶我去看一些所謂沙漠的農田 那他們也知道說氣候變遷呢 當然當地的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市任呢他很清楚 他的農田呢一年比一年少 就是面積啦 農田的面積一年比一年少 那是因為他們越來越乾 好 他住的地方正好是 馬尼豬港 馬尼豬港 就是那一個北邊的 沙拉沙漠北邊的一個城市 所以最北的就是邊緣的北邊的一個城市 那 當地的人可能說哇現在很多人要去看沙漠 所以他們的觀光業就有一些發展 結果呢 他們能夠做的是什麼 當然大財團來蓋里館 投資里館 那他們能做什麼 簽裸頭 簽裸頭 就簽裸頭 帶觀光客進沙漠去看沙漠這樣子 那這個呢其實跟他們的生活型態一直在轉變 當然觀光也是很重要啦 觀光也是很重要 那我們也是說 其實我們要注意全球的問題啦 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環境的問題是全球的問題 就好像我們9月內會辦一個東南亞環境論 會邀請所有東南亞國家的NGO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是政府登記的NGO NGO大家知道啦 就是說我們會邀請東南亞一些國家 大概8個國家的NGO的團體來台灣開一個論壇 我們要告訴他們 因為我們台灣在這方面經驗比較豐益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呢 領導環境的抗爭的經驗非常的豐益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經驗傳給他們 我們要告訴他們說 台商呢 其他那邊呢 其他那邊投資呢 不是轉切的 我們也是希望我們共同來建築 有一個環境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湾環境保護聯盟呢 當然在這一方面 會繼續努力下去 那當然呢 我們剛剛傳了一些 就是請大家留一下聯絡的方式 我們呢 以後如果有什麼活動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希望大家留一下地址 那個聯絡的方式 我們會跟大家聯絡 會告訴大家我們有什麼活動 然後歡迎大家來參加 好 那私人 好 私人呢 真的是很勇敢 我到那邊 我和一群人怎麼問呢 我問你爸爸媽媽怎麼會翻嘴 他跟我說 翻嘴怎麼看得到 我就要來這裡 你看多勇敢 其實現在年輕人 像我的小孩 我的女兒 也年紀也都很大啦 對不對 他念台大機械系畢業 包括現在跑去演戲啊 去拍戲啊 不過他演戲不是電影 他不是演那種電影 他是舞台戲 演那舞台戲他喜歡啊 好 就這樣子啊 現在年輕人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這個也是我們大家佩服的啊 我們台灣說不定就是要靠這個啊 玩實力 就是要靠這個 所以呢 我去拜訪他的時候呢 我看的真的是 我非常的感動 為什麼 因為 在那種地方 我們台灣 台灣有一句話說 鳥不聖誕的地方 他在那個地方 他 能夠在那邊生活那麼久 然後他告訴我說 他從2011年呢 你來慣心 摩洛克人的一些人權的問題 他就在那邊 然後最近是在那邊藏出了一年多啦 慣心不只是人權 現在已經轉化成這個所謂的 對環境的問題啦 那 環境的議題也是人權的議題之一啊 所以我們就 談很多啦 就談很多 然後他也告訴我 沙拉的一些情形 那 我們今天呢 非常高興 我們能夠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有這個榮幸 能夠請到 蔡司任 來跟大家講 氣候變嚴恰 然後我們觀光留下的 沙拉 讓大家更了解 沙拉 那我們現在 這類掌聲鼓勵 歡迎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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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到就是這麼多人 覺得很感動 謝謝你們 特地啦 我可以知道我的臉有 舉手 可以舉手嗎 對好 啊那個 那個星球的客人 然後就是 好謝謝 然後其他就是 就看到活動來的人們 就是好 我大概知道之後 就要好好決定 就是我的自我介紹 多久就夠了 因為有幾個是認識我的 然後就是 有幾個就是 尤其是有去過沙拉的人 就會比較很清楚 不知道我現在在說什麼這樣 然後我跟老師認識 就是他去參加那個 997號會議 然後就是 靠一個朋友 就是 反正就是 他就來 然後我那時候是在 請邀請他 因為我覺得他 因為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今天可以在這邊 我自己有點小感動 是 對我來講這個地方是 這個 這個組織是我 就是 舉掌大名 然後就是 我知道他會 他會做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 我只是一個人 在一個很遠地方 默默的 用我的力量去關心 我們的地球 所以我今天可以 他們願意讓我來這邊 分享 我其實是覺得很 很有榮幸 這樣就是 謝謝 謝謝 就是 因為名字好長 對 謝謝大家 那好 那我就是 因為時間很短 然後也不好意思 就是有幾個朋友 是用讚的 我就會很快的講 那我怕過其實很多 然後 就是有一些個人的 其實怎麼講 我相信我如果講 我在那邊生活的話 可以觸動很多人 因為 有很多生活的困境 我們是很共同的 他其實 跨越了文化 種族 還有很多語言 各方面 可是就不是今天的議題 如果有相讀句 你沒有感興趣 私下再問我 可是就不是今天的主題 那所以我今天 要不要講是 講氣候變遷 跟觀光旅遊底下的撒哈拉 就是 就是有幾個 就是既有客人 去看到的地方 啥 好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就是我就要猜師人 然後 這個就是我的子弟 我之前在法國 是念人類學 然後 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會 就是有 很多人知道我 我 我在撒哈拉 然後也知道說 就是 呃 我 我在那邊就是 我跟我先生是因為愛情 而結婚的 只是婚姻還蠻漫長的啦 然後 是題外話 就有人就說 就是 好浪漫 很像現代三毛 我要是心情好 我就不會講話 我要是覺得很煩 我就會回嘴 我就會說 可是我不要想演小王子 而且我連小活力都有準備 你們應該知道就是 有愛的小王子 亂賣 對 我等一下會讓你們看到他 那總之 我之前是 我在法國念書的時候 我就是不小心學跳舞 那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我前出作 這個都不是今往的重點 對 就是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忙 幫我的書 小小褲褲褲啊 是類的 是類的 書真的很難賣 嘿 你可以講 對 然後 總之我是在法國的時候 就是不小心跟阿波學 跟法國學跳舞 那我回台灣之後 就很挫折是 我在 我離開台灣十二年半 基本上 我跟台灣的連結是 是不是很好 就是離開台灣太久了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 很理想分子 我 因為我在法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舞蹈給我很大的解放 就是每個女人跳舞的時候 有她的 她的美 那 就是其實阿拉伯舞蹈 音樂舞蹈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為了表演 或取悅任何人的存在 那你會看到女人在那當中 比如說她的 她 她聽到月亮就可以跳舞 那是一場畸形 是自己跟身體 跟音樂之間的交流 我覺得那個東西很美到 有部分的 我因此而被重整 所以其實我覺得 音樂舞蹈 它可以是女性解放的 一個一個 只要聽一下武器之類的 嘿 那可是我回台灣教舞 所以它完全都不管用 就是其實台灣市場 它別不接受 在那個時候 我相信現在也很難 就是其實 大多數的女人 還是想要在舞蹈當中 去扮演一個刻板的女性意象 為了取悅異性 然後有一些肯定這樣 我那時候一直在對抗這個東西 後來又一個人對抗 本人就會陣亡 大概說 我大概在法國大概十年半 我交跳大概七八年 我後來交跳我兩年多 我就走了 我自己就陣亡了 我就離開 那那時候就是 就是一個一個姻緣機會 就是一個機會就是到國外去工作 就是當支援工 去國外的NGO工作 我那時候其實是想去埃及 那因為那個 我是參加那個浩然資金會的計畫 然後我的薪水是台灣給我的 那就是我去國外NGO幫NGO工作 那那時候浩然是希望說 就是我為NGO貢獻所長 那基本上就是 呃我也把NGO經驗帶回台灣 希望下一個交流 這是美好的 事實上都不會 人生都不會這樣 我們 我去 因為我是一年約 我是計院工 所以基本上一個行之有年的NGO 他不會把重要的有發展性的工作 交給一年約的人 這那很正常 所以其實我去我就是 幫忙消化工作人員 就是我的同事做不完的工作 就是講比較長 講簡 那就兩個字打雜 那就打雜打雜 然後 可是那一年 我的收穫很大是 那我去NGO是2011年 就是茉莉花革命起來的時候 然後整個阿拉伯製作開始起來 我那時候其實很大震撼在於 就是我覺得台灣 或許是因為國際地位 以及種種的因素 我們真的在一個一個一個地方是 很多時候 當然是這個世界地震的 我們其實大多數的沒有感覺 可是在摩洛哥其實很快 因為他離歐洲很近 比如說今天 呃好 呃 歐洲 歐洲任何地方發生爆炸案 恐攻之類的 摩洛哥的觀光客就會減少 或者說那2011年土尼西亞 因為有在革命 摩洛哥的觀光客就非常的慘 雖然說他在他隔壁 而且他家沒事 可是人家就是不會來 就很慘這樣 包括說 呃 我連我在我們村子 都曾經看過敘利亞的難民 就是他就是會跑到你家 你知道那個其實你會感受到那個連結 再來就是因為那一年剛好是 整個阿拉伯之順要開始起來的時候 我就 因為我算是要打雜 可是我 我真的是看到說 整個NGO的串聯 那個很可怕 他 呃2011年 呃茉莉花革命嘛 那 那時候埃及這努力要把他的 摩洛哥給他推翻下來 可是還沒有成功 就打打了 就是打了好幾個月 好 然後那個時候 敘利亞都還沒事 摩洛哥那時候就是NGO開始串聯 然後不斷的上街頭 各個 各個城市開始有些示威抗議 他們求的其實並不是要推翻國 而是君主利協 所以總之你可以看到整個 摩洛哥的NGO在串聯之外是 他會跟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 然後 呃 因為美國更加大很多錢 為什麼 你家會給大家錢 是因為摩洛哥很有趣是 他 他各個海 比如說你到了騰吉爾 你各個 你各個直部落在海峽 二十幾公里就到西班牙去了 所以 在摩洛哥有很多非法 非法移民 他從沙哈以南 就黑夜的那一種 沙哈以南 他來到摩洛哥 他其實並不是要來摩洛哥 他只是要把摩洛哥當跳板 跳到歐洲去 那歐盟不希望有這麼多 非法移民過來 他就 錢給摩洛哥說 你把人放在這裡 讓他過來 這個其實是 這個 歐洲跟非洲之間 一個非常非常 呃 微妙的關係 那總之 這是我 我在人權組織那一年 我對大家的時候 其實在於 我觀察到 欸不同國家的MGY 他的工作其實 完全不是我當初 想像的那個樣子 我知道他們可能很窮啊 非洲 可是他們整個串連起來 所以他們資金其實 動員起來 那個力量 完全都在我身堂之外 好那總之 可是 我在摩洛哥寫一本書 叫做《嬰兒要回家》 基本上跟 人權完全沒有關係 嘿 就是我養了兩個小英 你們有 有興趣可以看 大家都是愛護動物的人 謝謝大家幫忙一下庫存 書真的很難賣 天啊 快崩潰了 那 今天重點是講到撒哈啦 因為我現在撒哈生活 那基本上 我那時候去摩洛哥是 反正好 我是去休息 因為台灣就是過得很慘這樣 就是 因為交跳沒有學生 你知道我準 然後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的 因為我之前在社大 社大幫我推課程 他就把我的文憑打出來 可是對我 對我健身 我比有好處 因為其實人家是來運動健身 然後你管你什麼博士 你懂那意思 他 他現在對我的招聖並沒有幫助 然後我又剛好出一本書 那我就很 很自然而然成為一個標的性的人物 就是會被攻擊 因為我走了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 那你就看不順 他就去我的部落罵我 我那時候其實是消化很不好的 就覺得說 你知道網路 匿名留言的辱罵是讓你無法解釋 可是我又消化不了 因為太多長範一年多 是很密集的這樣子 所以後來 也因為招聖太不了 我就離開 我就決定我要走這樣 然後我媽就說 然後我就跟我媽 因為我媽其實不希望我走不了這條路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媽說我媽打招呼 我媽說好 我說你現在咧 我說我有一個頭路 我要去摩洛哥 我說摩洛哥 摩洛哥在哪裡 我說在尋找 然後我媽說 你幹嘛要做什麼 我說有在台灣招牌 然後聽說我這句話 讓我媽媽內流滿滿好幾天 就是可是一半在一半夾 只是我覺得在台灣 我真的不想我在幹嘛 後來我就離開 就是一個很理想分子 受挫的時候他就會 他就會開始分屍技術 後來我就離開 去到摩洛哥 那基本上 我必須說其實我在人間組織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那麼笨 他都會說他立場 政治立場中立 可是我都知道 我們上班的這些人 都只是工作人員 關鍵都是我們下班之後 進來開會的人 他都是摩洛哥的政治人物 可是今天柯P走進來 我知道他是柯P 摩洛哥的柯P我就不知道啊 那我就覺得說 我不是很想要在這裡 用我的生命去幫 我不知道人打掃他政治舞台 一年後來我就不感興趣 然後我就自動放空 然後我就跟我上司說 欸我來摩洛哥只有一年 你可以跟我講 你們國家什麼地方 我一定要去嗎 他就跟我講三個字 撒哈拉 我就喔撒哈拉 我就說那撒哈拉怎麼去 他說有巴士可以到 我說那我就是去車廂說 撒哈一張嗎 他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車廂等他 他就不理我 因為很忙 我就一直錄 他就讓我去 那我很幸運的是 基本上其實 我是台灣派去的 我必須為MGO工作 可是我只知道 他那個發展性 對我來講太太太小 我自己很想學習 那我的上司他真的很好 他就是撐一個空間 他有一個藉口 就是我去探討 遊牧民族藝術節 然後就是讓讓我 讓讓我可以離開辦公室 然後去 然後才遇到這一些 這個是我們妹妹 這個就是我們家小麥麥 那老師去過我們妹妹做稿 我們妹妹做稿 最主要的觀光資產 就是沙丘 絕大多數就是 就是要去 為了沙丘去我們那裡 那就是沙拉的 基本資料就是 網路上都找得到 我就博到費時間 這個是我在我們村子拍的 他那個是當地人 不播婦女 跟就是一對夫婦長 他通常就是這個 你們等下都可以給你們看 然後就是沙拉在那 他在非洲北邊 沙拉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他並不是說哪個國家 哪個區塊叫做沙拉 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範疇 然後他 他包含了十個國家的部分的土地 那他範圍大到 他是把整個美國放進去 都還有剩 非常非常的大 他從埃及 然後經過埃及利亞 利比亞 然後土尼西亞 摩洛哥 三內加尼日 很大很大的一個區塊 那我們可以想像 這麼大的區塊 他地貌不會只有一種 他的無話種族 然後語言 風水西方不會只有一種 那台灣很可惜 就是 這個地方太遙遠 以至於我們知道三毛 沒有啊 摩洛哥是碎唸的話 對 那摩洛哥 摩洛哥在地球的那裡這樣 嘿 然後我去之前 我才知道說摩洛哥很有趣的是 因為他 他的國界位定 非常非常的長 就是因為法國殖民 還有西班牙的關係 非常歷史很長 然後他的國界位定 他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都知道 很多非洲國家的國界 其實並不是自然的 他是殖民者就畫出來的 根據金緯度 嘎嘎嘎嘎 那有些時候是 比如說我們其實是 是統統統一個文化種族的人 那可能因為金緯度就畫在這裡 我們都變成哪個國家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分爭都跟這個有關係 那總之那時候就是 法國和法國殖民者 就是他們 他們沒有做好事 比如說他就說 好 他原理就說 好土尼西 阿爾及利亞到這裡 格連說 沒有到這裡 那當然我就覺得說到這裡 啊你就覺得說到這裡 就為了這個就打架 所以他們就是有 很長一個 國界就是無人地帶 就是跑到這邊 有你的駐軍 都在有我駐軍 那邊就是地雷 所以說我們沒有說 可以看到阿爾及利亞 結果我說 欸我可以 我們可以直接過去嗎 我說 我會奉勸你要搭飛機 因為你要過去 你要先經過摩洛哥的駐軍 你沒有被他掃射到 再往前你要閃過地雷 沒有怎樣 噢啊 就會通過奧吉利亞的士兵 那一關你也沒事 奧吉利亞你就到了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 所以像我們在那邊 你要是車子 你太靠近邊界 軍人就來了 就是那些事 他們其實 基本上摩洛哥的 國防預算百分之百很高 因為他的海岸線也很高 然後他有抓移民啊 抓透渡 就是其實 這個是摩洛哥很特別的地方 那也因為他 你們知道那個西 西屬撒哈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西屬撒哈 他被視為是非洲做一塊 尚外獨立的殖民地 然後歷史講起來就很長 當年 當年三毛 因為他在1973年 他在拉雲 他看到就是那個時候的綠色行軍 就是摩洛哥 摩洛哥現在 國王的爸爸 他三二四 就是那時候 因為本來西屬撒哈 就西屬撒哈 就表示西屬撒哈 本來是西班牙殖民地 那撒哈 撒哈 就當地人 他希望可以獨立 他就希望就是西班牙人離開 那西班牙人就不想啊 這樣這樣那樣那樣那樣 在很曖曼的時候 摩洛哥的國王就派 他不是很聰明 他不是派 覺得是派人 就跟你說 快快快我們去 我們去把西班牙趕走 我們去解放西屬撒哈 大家就去了 就這樣就進去了 然後就佔領到現在四十幾年 那基本上西屬撒哈 他是有 他是有政府的 流亡政府在丁度 在阿爾及利亞 然後 可是四十幾年 他們流亡政府沒有回去過 就像那個西藏一樣 所以其實西撒哈的問題 在摩洛哥就很很很敏感 我們在這裡可以說西屬撒哈 你只要走進去摩洛哥 就是摩洛哥的撒哈 就像說你在中國 你不能夠講西藏獨立 一樣的事情 那是那是一樣的敏感度 那雖然說流亡政府 四十幾年沒有合去過 來運 可是西撒哈的友邦有四十幾個 中華美国才二十一個 就是 對啊 因為西屬撒哈 然後他背後有阿爾及利亞在撐 然後那個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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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那大部分台灣對摩洛哥 就覺得很遙遠 包括說我們只知道 不是我 都會把那個摩洛哥搞在一起 比如說人家說 欸你最常有說我在摩洛哥 說喔摩洛哥 那個凱莉絲王妃 我說喔沒有沒有王妃 可是不是凱莉絲 喔喔有賽車 喔摩洛哥比較多 之類的啦 包括我2011 我在那個MGO政政權組織的時候 然後我妹要寄東西給我 然後寄去 你知道摩洛哥很煩是 國外包裹 他都會先經過海關 他會在你面前把它拆開 然後萬有3C產品 他就會扣稅扣很重 OK他就包回來給你這樣 然後總之就是我 我就叫我妹說 我就要寄東西給我 然後 我妹就包好 幫我買包好 就是買那個腳架 包好 他就去郵局寄 然後他就那個郵局 辦事人就問他說 阿你要寄去哪裡 阿我妹就說摩洛哥 阿那個辦事人就說 小姐沒有摩洛哥 只有摩洛哥喔 阿我妹就說 有啦有啦 我姐在摩洛哥 阿她說小姐 真的沒有摩洛哥 你回去問清楚 那我妹就很害怕 問我說 蔡先生你到底在哪裡 真的真的有 他就是在 在東州的一個角落這樣 那總之就是 就是 這是摩洛哥的地圖 我現在大概 突然在這個區塊 然後南韻就是那個 南韻的這裡 就是以前三寶寨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拉巴克馬拉克斯 他老師那時候是去 馬拉克斯開會 在這邊 老師就 就是 就是 就是很遠的路 那樣子 就到我們那裡了 對 那總之 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們 我在我們村子拍的啦 對 那 嗯 早期 就是講到氣候變遷 對於當地的影響 有衝突得多 那麼可怕是 早年 在撒拉德 人就是 油木民族 然後我們知道 油木民族 是竹水草和居 比如說今天雨水下在你家 下這個區塊 每個人就是 趕陽啊 嵌洛多 就在這邊就是 嘿 住在這邊 然後吃草干貨幹嘛 差不多沒有了 欸聽說那裡下雨 然後就 就搬過去 就是竹水草和居 所以說 油木民族的生活 非常仰賴什麼 雨水 下雨 一旦乾旱的話 他們就真的是死得很難堪 那 這個是他們很大 可以再來就是 它的關鍵是什麼 他們土地是共有的 他們沒有私有之 包括一口井 也就是你會很感動的是 水在沙漠是非常珍貴的資源 然後一口井很幾百年 沒有人知道 每一個經過的人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取用 沒有人說這個我家的 沒有這種事情 包括說 好今天這個是我的田喔 啊我找一 我花錢找一口井 任何人要來用我都OK 我覺得這個是油民族 他們為什麼可以在沙漠活下去 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這個事情一旦 這樣的生活形態 一旦遇到乾旱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的嚴重 再來就是國家 邊界 比如說今天我們大家在一起嘛 然後今天我有雨水 你們就來這個區塊 哪天我沒有了 好那換你們那邊有 我就過去 是OK的 一旦國家出來之後 你不能過了不能過去 那其實對他們生計 是一個很大的衝突 好那那好 總之他們主要的財 就是駱駝生豬跟羊群 然後這就是 以前駱駝就是在貨物 因為有駱駝 才開始有跨沙拉貿易一些 就是駱駝出現之後 改變整個非洲貿易啊 經濟化一個很大的因素 現在因為乾旱 那基本上他們就是靠 觀光產業紋生 所以現在駱駝再來就是觀光客 可是到現在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他們那個地方 那雖然說 雖然說就是駱駝 羊牲畜是他們的財產 可是他們那畢竟是動物 所以基本上 人跟他的資產之間的關係 不是就不是我們這一種 比如他會有投資客 我對房子沒有情感 我買是為了賺錢 也是為了賣賣出去賺錢 可是他們養一頭羊 當然是也為了賣出去賺錢 可是他是有情感的 因為從小看他長大幹嘛幹嘛 好然後這個是我在當地 我建議真實發生 遇到一個老人 真實發生故事 只要有人想來殺他長 我都會建議他說 多給自己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每個人 都用寄點眼光 在看這個世界 通常你到一個地方 你看到都是你想看的 以及你以為的 可是你如果沒有給自己時間 放下一些原本的想法的話 你真的當地的東西 你什麼都看不到 包括說我已經有這個意識 可是我去那裡 到現在還有很多 不斷不斷的遭受到很大的文化衝擊 包括我跟我的夫家 其實那個都是一樣的模式 好我那個時候就遇到這個老人 因為我就跟我的導遊說 我不是觀光客 我是我念人類學 我要做天野調查 你帶我去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在沙拉帶的導覽 其實並不是一套知識的行程 是我那個時候很用力的 很努力的投入很多做的天野調查 所以我現在帶人家去認識 他其實是從鐵調查出來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所以那個地方我們跑很遠 而且你知道在沙拉 他沒有很好基礎建設 所以你必須怎樣 你的交通工具 最發霉就是擠普車 嘿然後 可是因為我一個人不肯租擠普車 在我一整天 以前還算好幾天 我們那個資本 所以我導遊他是騎摩托車 在這種地方辭乘 那時候就是年輕氣盛 有辦法乘 現在就覺得天野我好累 那總之就是去到很便秘 就是沒有觀光客的地方 去到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太陽 中午太陽很曬 我們一定要休息 那我就在就是樹下就是休息 然後突然 直接看這個老人 就趕著羊群 就這樣經過這樣 嘿然後我看到 後的島就跟我說 欸你要不要跟他買羊 我就說我幹嘛跟他買羊 他就說 可以吃在裡面 肉不是吃很多 我當下之尷尬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物慾相對低的人 尤其我那時候在法國念書很久 我是二年半 我都是窮流學生 我覺得我的物慾很低 可是我還是在台灣處中長大 我去法國念書 他也是一個自由富裕的國家 我對肉的需求 真的就是比他們高 包括說你知道那個 我們後來不是一直 一直講到就是肉食 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 什麼什麼的 好 我只能說我在當地看到 我的衝擊在於說 比如說有一次就是 有一部人家 請我去他家吃飯 塔雞鍋 你知道那個塔雞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裡面一點點的肉 然後放了很多蔬菜 然後又燜煮 為什麼要燜煮 就是因為熱氣在裡面可以循環 他可以比較節約能源的 讓他變熟 那其實基本上 他們主食是麵包 就是沾沾 主要是沾那個蔬菜吃 所以肉是調味 那有一次就是 有人經過去他家吃飯 然後就是六個大人 然後三個小孩 加五就七個大人 然後就吃個塔雞 裡面的肉你猜猜多少 才一隻雞腿 然後就是後來 因為穆斯林的習慣都是 先吃外面的蔬菜 剩下肉的時候就是 均分 有幾個人就分幾口 所以肉是長一下而已 喔那時候他就是 結果看到我就很震撼 他說天啊一隻雞腿 我在台灣大概一雞腿就沒了吧 因為我們是當點心 可是他是一餐 就是一家吃這樣 喔你懂那個意思 那總之就是 一致於 我雖然覺得我簡卜 可是在我的導遊眼裡 我的需求量比較高 他問我要不然嗎 我就喔好啦好啦 我叫他買 不是因為我真的要吃一頭羊 是我覺得 我覺得 一我覺得我可以留一部分 然後剩下的羊 我可以分給窮人啊 然後我的導遊家可以很窮 就分一半給他什麼什麼的 一我想做好事 自我感覺很良好 二我覺得老人他那麼窮 那麼可憐 那麼辛苦的在牧羊 他要是可以直接把羊賣給我 他一定很嗨 我想幫助老人 然後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他就說 我做人家好事喔 娟娟叉叉叉 就是我在當地人消費 幫助當地人 就是活在自己的想像當中 就 然後我倒了去跟他講 講很久很久很久 之後回來空手而活 我說啊我的羊咧 他說他不賣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說不得 你知道我當下衝擊在於 我自己覺得 我真是個大好人啊 我來幫幫助當地人 可是當地人他並不需要我的幫助 你懂那意思 所以其實我就 就是我的想像 只是滿足我自己的虛榮 或者我的自我感覺良好 可是當地人他要的 並不是這些東西 然後 我當下其實就是那個 文化衝擊很大 那我倒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油門主是這樣子 他們都捨不得賣 以至於當乾旱買的時候 他們就一如所有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那羊這個東西 他就是要吃草的嘛 一旦沒有下雨沒有水草 然後他 他狀況好一點 他就變瘦 賣不了好價錢 再採一旦就死掉了 所以他們有可能 從本來還過得去 然後變成兩三年 就是一五所有 就是現在的撒哈拉長 然後我們很快的講 這個是 你們有看到錯 那個是什麼樹嗎 野草 對野草棕林樹 那棕林樹就是採野草 所以野草就是他的孩子們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村子 就是 後面那個就是 很茂名是棕林樹 就是綠洲 在撒哈拉 撒哈拉是沙漠 就是表示他的水很少 在撒哈拉 只要有綠洲 就表示那個地方 有常態性固定 固定了大量的水源 不然的話 就不可能有綠洲存在 只要有綠洲 就一定有棕林樹 然後棕林樹 就是可以濃耕的 所以基本上在綠洲 他是可以濃耕的 那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那個地方 那基本上 綠洲濃耕 他非常的 他是手做的 因為呢為什麼 因為綠洲濃耕 他非常的仰賴棕林樹 他通常 比如說這個空間 可能會種一顆兩顆三顆 很密集 那 這樣子田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 自己種他自己吃 比如說 這戶人家是他家的 這個這裡種洋蔥 然後種胡蘿蔔 種什麼 就是自己食用 他產量不夠多 基本上他比較不是 拿去賣的 所以 所以棕林樹 對綠洲農業來講 他是一定要 那我 我在去撒哈之前 我都當然 我們都聽過綠洲 這兩個字 我真的是一直走進撒哈 我才知道說 就是那個綠洲 為什麼人家說 部落戰爭 在怎麼慘烈血腥 你只要走進綠洲 你就會有被生命保護 和平的感受 真的是 你去會很強烈 撒哈太陽很曬 然後風山很大 什麼什麼的 你走進綠洲 就會覺得 有樹葉然後有水 你不講話了 所以你會只聽到 流水聲跟鳥叫聲 所以其實這個是綠洲 為什麼他非常迷人的地方 好 然後有農業 就一定要有灌溉系統 然後這個是撒哈的特殊系統 所以資源在撒哈 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為了要和平共處 他們會有一個約定俗成 比如說禮拜一 早上八點到十點 就是要灌溉我家 你想知道這個老人 他就用手把那個土挖開 然後渠道就是流到 流到他家去灌溉 用慢煙的方式 然後今天時間到 他就把他封起來 然後換隔壁家 這樣子每一戶人家的田 都有水可以喝 部落才有辦法和平的共存下來 這個是他們約定俗成 早年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們聽過坎德爾景嗎 就是在伊朗高原出來 往北一直到新疆 往南一直到沙拉 都是這樣的渠道 他是值得景 一口一口一口 底下是貫通的 為什麼需要這樣子 是沙拉太陽太大 你一旦步入之後 水很快就會蒸發 然後又有沙塵暴 水會弄髒 所以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去保護那個水資源 所以你在沙拉看到像這樣子 他其實看很景 然後是為了農耕 所以我們村子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水中水源地引到農田來做灌溉 好你們知道水現在在沙拉在哪裡嗎 他藏在地底下 尤其是在哪個區塊 在沙丘底下 因為沙丘的沙子很細很細 下雨的時候他會過濾 他保存在底下不會蒸發 所以基本上坎德景 他其實是把水從沙丘一直引移 引到我們田裡 差不多一二十公里有 然後呢我們都聽過就是水是生命起源 然後我真的在沙拉很期待 那也感受到有水才有生命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這個 四五大是一顆古井 我們用那個那個就是塑膠筒嘛 這個是古井每個人都可以用的 金棍都可以用 他不屬於任何人 我們把就是用那個水 他就有人就是弄好 嗯就是我們把用那個水 就是用了半桶 啊剩下半桶放著 然後鳥馬上就出來了 因為沙漠動物他對水很敏感 他馬上就會出來喝水 然後呢就是 所以我對我說我要演小王子 那個小王子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的 毒物嘛 對 那通常我們對小王子印象就是狐狸跟他的玫瑰 可是如果你再回去看 其實井在小王子裡面 他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我在沙拉生活經驗 他讓我用不同的角度去閱讀 閱讀這本書 那就是尤其不是你在沙拉你走很遠很遠很遠 裡面一半個人都看不到 一頭兩人都看不到 一根草都看不到 你都要看到一口井 你知道那個觸動是很深的 所以就是對啊 就是就像小王子講的這句話 就是你在當地那個觸動就看到水 你就知道說那裡有人 然後有生命 你的希望 對 那因為 呃好 就是為什麼會有一頭驢子 對 呃 驢子在整個摩洛哥的運輸上 他是跟農族他非常的重要 那即便是到沙拉都是 因為水資源非常的少 那基本上早年就是一部民族 然後就是牽驢子 然後有水 然後去井邊集水回去 呃集水是婦女的工作 一般來講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你們知道這個老人 他在幹嘛嗎 他在洗 他在洗他鍋碗瓢粉 那就問我說 在在洗乾淨嗎 就一點點水就要洗洗衣服啊 洗什麼 因為水資源很珍貴啊 取得不易 那我朋友就問我說 在洗洗乾淨嗎 他們通常 因為他們的食物裡面用的肉 脂肪很少 所以相對容易洗乾淨之外是 有民族有一個特殊的洗鍋碗 配分的方式 就是用沙子 嗯 他會把它就是入輪 就很緊 嗯 所以當劑子沒有啦 你太包張了 就是就是就是 他再用水頭沖一下 然後如果是布料的話 可就會需要用用溫水去清洗 如果是毯子的話 他們其實用太陽晒 然後拍打 然後就是灰塵灰就會掉下來 他就問說 啊實在乾淨喔 乾淨就是看個人標準 對對對 那總之 我真的是到沙哈之後 我學著用當店的人的眼光 去尋找水在哪裡 比如說就像 我跟我先生好了 然後我就說 欸那個地方什麼都沒有人幹嘛 他又空地 我就感覺蠻好的 我們要不要去 呃 蓋個房子啊 然後搭個帳篷什麼 就是做了營業 他說不行那裡是河流 我就神經病 那裡一根少什麼都沒有 你要竟然感受那個是河流 那不是很乾固嗎 我後來才懂 當地人所謂的河流 指的是下雨的時候 水經過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你看 就是 是 所以它是有水的痕跡 上面去找那個 這個是他們找 看水的方式 那因為我們像Mizuka 就是大飯店 很多世界宇宙無敵多 那它已經很久了 它發展過很久了 早年據說有 這是真實的啦 因為我看到那個殘骸 早年是有一對 呃 義大利夫婦他們來 蓋大飯店 那他也沒有跟當地人去 他就直接蓋 就蓋大飯店 飯店也沒有說什麼 他就賺錢很賺喔 非常非常賺 有一年 2006年 就是我們 我們Mizuka大水災 就把他們的沖掉了 然後我先生就跟我說 因為他蓋的那個地方 是火 就是乾旱火不見了 可是下大尾火就回來了 然後我說 我怎麼沒有跟他講 可是他沒有問呢 所以就是講回來是 我在當地 我真的很強烈感受到說 我如果沒有放下本來的眼光的話 我看那時候我想看了 可是我看不到撒哈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會變成說 好其實對觀光客人來講都是 你知道那個觀光產業的形式 它會改變 它也正在改變當中 早年 摩洛哥的觀光產業 差不多有 從法國殖民時期開始 那撒哈拉觀光產業 差不多二三十年前開始 早年是誰去撒哈拉玩 就是那一些 就是歐洲人 然後歐洲人來往 他就是比較像那個 環境保護聯盟這一種 就是去探索啊 深入啊 然後會關心當地啊 什麼什麼的 他們就需要什麼 需要向導 然後他們 他們對於那種 那種 施助的要求都不高 他們是可以接受一些比較便宜 或者說今天只有一桶水可以用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適應當地 早年的觀光客是這樣子 歐洲人去 現在還有 可是比例就減少很多 現在還有歐洲人去健行 然後比如騎駱駝騎五天 在荒野當中 夜宿 夜宿沙漠 他們是可以接受 現在沒有了 現在全部都團進團出 他們就是從大城沛 衝哪七個駱駝 過個夜都走了 然後對我來講 其實你何必然沒有人 你自己心裡悶悶 因為你看不到什麼你就走了 好 這個東西倒無所謂 可是 現在都團進團出 嘿 那可怕的地方在於說 今天我是城裡人 我是來度假的 我上班很辛苦 我來度假好嗎 這樣子 我要舒服這樣 他們就來沙哈拉 他們去做什麼 去大飯店 乾淨啊舒服 然後就一定要有空調 然後要有肉肉汁 那 在沙哈拉的基礎建設是很低的 像我們民宿的供電系統 你只要同時使用兩台追風機 他就會跳電 有一台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燈會 嗯嗯嗯 就是我們就是一般民家 啊不完了還對 可是大飯店不是 他每間房間都有空調 表示他有他自己供電系統 他的供電系統 那有誰有辦法去做這個投資 就是財團 嘿 以至於現在 如果大多數是來過一個晚上 就走的人 他們就選擇做主大飯店 那一旦 這個已經是成為主流 是很高比例的時候 通常 對沙哈的觀光 再開始 越來越多 越來越形成 沒有錯 我們Mizuka為什麼重要在於 他是像整個摩洛哥政府 往外推觀光行程的時候 他是沙哈觀光的敗北 可是誰賺錢都是大財團 然後然後大旅行社 然後可怕 還有更可怕的是 很多旅行社 比如他要套全包 他會讓你從搭車 從馬拉克斯 然後多多久 到你那時候 過個業績個駱駝 隔天就走 他整個行程全部包 然後他價錢很便宜 為什麼 比如說他可以在城裡 這裡招兩個 那個招三個 那個招五個 就湊成一車 他還是可以賺 可是首先會在 消價競爭當中倒下的 就像我們這一組 對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蓋了一處之後 就叫做阿烏斯蒂摩 嗯 因為你面對整個 整個官方形態改變 然後其實來的客人 他不會想要知道這麼多 所以他的消化行為 基本上對我們這些當地人 是很不有算之外是 因為沙拉伊爾他自己的生態 可是你剛到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地方 什麼都沒有 事實上好 比如說野生動物 他不需要突然秀他自己給你看 不是不表示這裡沒有 不是嗎 可是很多觀光客就會說 啊這個啊什麼都沒有 啊沒關係 我們垃圾丟 然後車子再開 可是比如說好像 就像沙丘 像這種東西 底下住了很多生物 可能我們不知道 你車子的 比如說那種衝殺的 那種摩托車 我個人很討厭 你那個噪音對環境的影響 或者說你的車子開過去之後 壓死了什麼 那個都不是 那個 開 這在玩耍的 是觀光客可以知道的 還有一個討人意的是 比如說今天 比如說就很衰 比如說今天有一群 他旁邊騎駱駝 上面有 有觀光客 當這些沖沙本 離駱駝太近的時候 我們會害怕 那個其實都是有危險性的 那總而言之就是 其實沙拉的生態非常的豐富 然後你看這 那沙拉要長一棵樹都不容易 可是就是有這麼古老的樹 然後長成很美的樣子 我一直覺得 如果你去沙拉 然後連這個你都錯過的話 那你何必 對我來講 可是不可否認 現在大多數的人 對著他就是沙丘 然後駱駝 埃照 這是絕大多數 很少人會 會再深入當地 然後這個是 那個金藤環 在非洲很常見的樹 然後這個是一種 當地的瓜野生的 他不能吃 他可以做藥用 就是他切開之後 就是泡熱水 然後拉肚子的時候 就是泡腳 或者對 泡腳 泡腳 因為他不能吃 他是用來泡腳的 就他們當地的療法 就用木質的療法 不然就是切開加熱 然後就是在腳踝熱敷 就是止腹瀉 對 就是他們一切的 對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的野菜 我吃過 他味道有點像童豪 所以就是 你知道重點在於 好 這兩天台灣都下大雨 我們可能沒有感覺 可是你知道在沙拉市 你看一根草你就會很嗨 也等於是曾經有水來過 所以他們對他們來講 真的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人想到 要使用農藥 或者去割草 你知道那意思 對 像我一個朋友他最近 就是剛剛在台灣的 這個都是台灣的 就是草藥部 就是像我朋友 他剛在台灣就是 山坡地方的一小塊地 他就不是一長一長 他就說你請人割草很貴 可是他又不想用農藥 我那很簡單就養兩頭養 就把他吃光光 對 我就說你把他 你把他那個 割除那個很可惜好嗎 對 然後所以說你在沙拉 可以長出一根草 他就是資源 所以通常傍晚婦女 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去那個田嶺 就是去荒野割草 然後回去餵羊 好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時間很 沒有沒有還才還不到 沒有沒有 因為我跨破很多 慢慢我都還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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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分斷給妳的問題 對啦沒有啦 反正這個是剛剛講 是本來的狀況啦 現在開始講現在就是 氣候變遷 And 光光明星 剛剛不是啦 我分斷了 對 好就是 我們都知道全球暖化 然後我們知道就是 那北極冰山 勸勸人的叉叉 然後那個北極熊很可憐這樣子 好 可是我們不 我們很少人注意到的是 其實沙拉因為乾旱 然後失去大量可攻 可中的土地 以至於有無名字 他就是很早以前 就開始流離思索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五十年了 嗯嗯 所以看到就是現在 然後呢 這個是我在當地排的 嗯 基本上這個地方是 你站在原地 然後你三百六十度 看到都一模一樣 就是有去過 有去找我們的都知道 你看就是一整遍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我雖然當年在人權組織 我是脫溜出去混的 可是還是要演一下 我就問我上次說 那是他有什麼人權議題 值得關注 哈哈哈 就在演一下 對他就跟我講 哦 嗯 獨地漢化 就是本來是可攻 可中化變成沙漠 獨地漢化 然後選資源 觀光跟垃圾 就這幾個關鍵字 那我就很快樂的出去了 然後去到當地之後 我說因為我就很 一直很想要認識 我想知道沙拉房 什麼事情 那我就比如說好久 我就請請 顧請倒油 然後找到一些 觀光客戶的去北港 啊到這種地方 類似的地貌 山就是你在原地看 轉一圈 全部都長這樣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我小時候啊 這裡是綠色的 好 然後我們都牧羊啊 幹嘛幹嘛 然後就是過著很快樂的童年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真的真的 然後我就說 我怎麼現在變這樣 他說因為乾旱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真的 好 我就沒有很詳細 那怎麼可能這樣 因為無法發現 就是一望無際都長這樣 好 我又到另外一個村子 然後遇到不同的人 給我講一模一樣的故事 我小時候齁 自己就是綠色的 然後我們家族有幾個 因為他們家就指什麼 阿公阿嬤阿嬤 然後全部都這樣齁 在一起很恐怖這樣子 一公拉肉 全部都住在一起 然後就是 就是我們羊幾百頭 駱駝幾屍頭 什麼什麼 這樣子 就是很浩大這樣子 我說真的嗎 我說阿 為什麼現在變這樣 他說因為乾旱 你知道很震撼 我說那人呢 他說要不進城 要不走也不知道 就是四散 好 我又覺得喔 是這樣嗎 也沒有很相信 遇到第三個地方 又不同 又講異樣的事情 我就說喔好吧 那或許吧 我就算往常 看的時候其實很震撼式 整個撒哈因為乾旱 失去可跟可種土地之多 是無法計數的 比如說今天這個地方好 它即便有乾旱 下雨的時候它會長水草 那你就可以羊羊 有牧 人就可以活下去 不是多富裕 可是至少它可以活著 有些地方好 可以更重 就像綠洲 有固定水源 它是可以種植的 人是可以活著的 那在50年來 是它失去的綠洲 大大小小死亡的綠洲 不知多少 沒有人去算的 但是整個乾旱 是非常非常非常嚴重的 包括整個摩洛哥 受乾旱威脅的土地 有90% 你知道非洲 那個其實是很恐怖的事情 好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村子 就是我們村子因為觀光產業 其實我們的人口才增加 不斷不斷的蓋房子 蓋大房間 可是我從來沒有很樂觀 因為就在我們村子附近 不留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那種廢墟 就是那個沒有水 什麼東西都做不良 人就走了 你就只能夠離開土地 這個是我們村子附近 好 我去沙哈之前 我到沙哈我才知道說 原來沙哈是有湖泊的 它沒有常態性的河流 可是下雨的時候 雨水往第一岸地方沖 汇聚它就是一個湖泊 我找 據說這個湖 二十年前是小孩子可以游泳的 可是2011扭去的時候 它只剩下十分之一 就是大幅縮小 然後呢 當它有湖 當它湖還在有水的時候 很漂亮就是有野鴨啊 火賀啊 什麼什麼的 網路都還找得到 就是火賀滿天肺的照片 可是現在2011的時候 只剩下這一隻 我朋友跟我說 這隻應該是亞成鳥 就是它不健康 所以它廢不走 就當客門都離開了 然後就留下它 後來它應該也 就抹不下去長 你們想看現在湖泊長怎樣嗎 是現在 就是湖泊它是消失 因為我們像我們帶大人 都會帶客人去 就是好幾個都有去過 你看到那個震驚是很可怕的 你看到那個地方 那一萬無忌喔 它曾經是一個 一座湖泊 它消失了 因為乾旱 那這個不是它 唯一消失的湖泊 它有好幾座不知道名字 包括你看我們村子 已經打沒有就打 跳出來 沒有這個旁邊有一個 藍色的就是它 它根本就不消失好幾年的 那20 它2012年就不見了 它2014有下一場大雨 跳回來一點點 然後前一陣子又2016有下大雨 那個大雨是大到 然後就是其他地方 可以大到就是把橋樑啊 道路沖垮的那一種 湖泊過來一點點 現在還是不見了 你們有興趣 可以看那個消失的國界 就善利有去拍 就我們有帶他去 就是他裡面有潭 他站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湖湖泊的 湖泊的所在地 那一路民族 一旦沒有水草 他們能幹嘛 只能夠當礦工去花礦 所以我們那個地方 有地方是有礦產 好 一個多年前 沙曾經是大淺海 所以那個地方 有些固生物的一些化石 那原文民族就去找化石 然後很辛苦去遠方找 這種地方喔 去遠方找 挑著 然後到城裡 進城大河 之後賣給觀光客 我問你們 你們想一個五十幾歲的 在路邊一個五歲的小男孩 在路邊賣化石 你猜觀光客會跟誰買 小孩子 大多數會跟小孩子買 所以 兒子跟爸爸出去 小孩子賺的錢 比爸爸多 也因為這樣子 很多孩子 因為他沒有辦法上學 因為爸爸媽媽要他出去賺錢 所以他們就是因為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我也是很想講的是 很多時候我們到一個地方去 我們可能好心就是 喔我想幫忙他 他很可憐 可是我們從來觀光客 真的當下不會知道 他所有的善行 在當地形成的到底是 潮雨的影響究竟 究竟在哪裡 對然後總之 嗯 我後來才知道說 我的人權主是上司 他其實是由命運主的後代 所以他才會那麼關心 那他爸爸在五十年前 就離開撒哈拉了 因為他爸爸開始覺得 就是說就是乾旱很辛苦 然後爸爸就從軍 所以我的上司 他是在成年出生長大受教育 他可以有辦公室的工作 他可以投身社會運動 那現在如果你在撒哈拉 還看到有民主 他們就是離不開的 沒有能力離開的 就是混在那邊 那在當地他們能夠有什麼工作 要不挖礦 然後要不就是觀光產業 對我來講 甚至包括賣化石都是觀光產業 因為農農農賬不了什麼錢 對然後所以你去撒哈拉 只要是騎在駱駝上都是觀光客 先駱駝才是駱駝夫 好講回來是 我剛有講那個大飯店 他現在越來越是一條龍 比如說今天一團三十個人來 就住我們那邊嘛 你需要三十頭駱駝 我有養就出去了 那所以他什麼什麼都他賺 早年有一些 早年不算今天我沒有很多錢 可是我有兩頭 然後你有五頭 你有三頭 然後我們就是 有個人需要十頭 我們就是一起湊一湊 我們有一點錢 現在沒有飯店全包 現在越來越是如此 那今天很多飯店是 好我需要駱駝夫 好我讓你們來簽駱駝 可是沒有錢 你猜駱駝夫可以賺什麼 賺小費 或者是他可以跟駱駝 他可以跟客人賣東西 大概至少就這樣 所以那個其實 相存的競爭是很慘烈的 我就問他 問駱駝夫說 那你為什麼願意接受 因為我覺得工作條件什麼的 並不好 他就說對 我不做總是 他很快就就找到別人這樣 可是我知道台灣 台灣人都很好心 當我解釋之後 通常就是大家給你小費 就比較多 很多一百塊兩百塊 對我們沒有什麼 可是對他來講 就是多一點收入 通常一個駱駝夫 一個男性工作者 背後一定有很大的家族 懂得他養 這個問候最清楚 就是很對 好 你們當中上面 有沒有覺得非常震撼 很震撼 就是我那時候去 剛去撒哈拉 因為我的飯店是 是我的上司推薦 是他認識老闆 就叫我去住那一間 我去之前他跟我說 欸是的你可以戴泳衣 我要幹嘛 他說因為那個飯店有游泳池 我說沙漠的飯店有游泳池 不是很不環保嗎 那人權在哪裡 他說 就游泳池 就可以要不要戴泳衣 然後就跑 好那我就去這樣 然後我剛去其實 因為我第一次去 我實在是 處於一種迷茫當中 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就是草木浮蘇啊 就都還蠻漂亮的 什麼好游泳池這樣 可是沙漠不是應該很乾嗎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怎麼 我身邊要不西班牙人最多 法國人 義大利人什麼人 一大堆怎麼沒有當地人 廢話住飯店 就那一生當地人 我就勇敢的走出飯店之後 我就從天堂掉落人間而已啦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人民當地的生活 就是乾爛他是無解的 好那請問一下就是飯店的水哪裡來的 就是沙丘的儲水刮來的 好這個是2006年 現在就2017了 現在是更慘 我們沒有做過要靠 靠的資產光光成什麼 就是那個沙丘 就是這一整塊沙丘 飯店在哪裡 全部都在這裡 現在更多喔 現在更多嘿 全部都在這裡 那個是柏油路 你懂那意思 為什麼會蓋在那裡 因為呢 光光客出去玩 他都想要海景第一排 然後到沙哈拉就會要 沙丘第一排 所以飯店全部都蓋在沙丘旁邊 因為光光客想要睡睡覺前 喔沙丘 然後前喔沙丘這樣子 就是光光客有他的需求 可是可怕的地方在於 當光客 光客需求落實 在沙漠的時候 對生態就是一個很可怕的殘骸 對人也是 對土地都是 對啊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現實 那其實沒有 如果光光起來之後 慢慢有些討論 就是光光產業 這麼樣粗暴的發生之後 其實其實對於環境並不好 包括說 這這個部門這個多可怕 他這一排全部都是飯店 然後我們 他們取悠沙丘的水 我們都先不要講 他那個對沙丘上生態的影響 其實是沒有人真的去去關注 因為很多時候 你看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聲音啊 然後什麼的 對於生命的影響 不是我們到一時半刻可以知道 然後就不斷的發生感覺 也因為 嗯 好我剛才有講 沙丘底下是有水 那水屬於誰的 屬於有能力去挖他的人 包括說早年我們是用 當地農民是用砍了幾 把水從從沙丘底下引到農田 現在變成說今天飯店就在沙丘旁邊 它不是更快嗎 會直接挖 會加很乾旱 所以農田的水在減少當中 那就是 你知道那個是惡性循環 那農民就會去跟飯店說 其實我們是有自來水的 你就會用自來水 因為飯店用那個沙丘的水 它除了游泳池 然後熟洗灌溉全部都濕 那所以就是對農業的影響 就很快就出現 他就跟飯店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做 沒有理他 因為自來就是要錢的 這是一點 他就是很多觀光客 他真的沒有想太多 他忘了他是來沙漠 他可能天氣熱 早上一起 一次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那個用水量是很驚人的 那 可是你知道那個 我一直很樂觀是 你只要讓觀光客知道 十個有九個半 他就會克制 因為他會對從這裡沙漠 其實所以就是 是需要告知 好然後再就是垃圾的問題 就是有的地方就有垃圾 你在沙漠 你在沙漠就是往前衝 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都沒有 你要是看到一個垃圾袋 兩個垃圾袋 很多垃圾袋 就是到人類衝著到了 就百分之百 就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你看 就很多的垃圾嘛 都我拍的喔 本人拍的 然後還就是孩子 就跟垃圾和平共同 也沒有任何的衝突 你知道嗎就是垃圾 垃圾 然後好垃圾是 垃圾是誰丟的 大家丟的 就是沒有大家 全世界 就是很簡單一句話 就是工藝化垃圾 是人類無法處理的問題 在沙漠他就是 就是很赤裸 我跟你看 像海洋不是很 對 那其實是一樣 只是沙漠很赤裸 他沒有辦法演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風雨吹就是到處飛 那就是在很早以前 沙漠垃圾問題 就已經引起關注 那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歐洲觀光客 跟當地人說 欸就是你們垃圾要處理 因為我們是為了乾淨的 自然地貌來的 然後就是你 你這樣子就是 這麼髒 就是我們不會再來 那當地人就 就是也沒有幹嘛 然後我就問當地人說 就是 暗夜都不想跟你講 你都沒有就是 努力改變一下 然後他們就很熱聽的說 沒關係 奧拉會派沙城豹 快樂會派沙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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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樣 好 這樣照片是我拍的 就是沙丘手 我很喜歡這一張是 你們看上面有 原牌小腳印 就是不離的腳印 可是不是我慢慢 因為慢慢斷腳 所以妈妈的脚印就很特别 就是我其实就是一直 我一直很想讲的是 很多时候 好我先不要说那个 沙漠是有没有怎么讲 我们都先不要讲 在这种地方其实在那个地方 好在这种沙丘上 你看起好像就是什么都没有 只有草跟沙子 可是很可能很多生命 就藏在底底下 尤其沙漠的野生动物 它都是夜行星 它很常常出来活动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是旅客怎么样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它有意识到那个地方 是有它一个的一个生态系统 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先生 就是骑骆驼 然后到沙丘里面露营 七天才出来这样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很好玩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东西 就是蔬果 然后就是丢外面这样 早上起来都只要三分之一 就是都有小动物什么的 来把它吃掉 包括我们当那种帐篷 就是那种嘿 就是这种撑开那种 不是那种游户的帐篷 是那种露营那种帐篷撑开 然后早上醒来 通常帐篷旁边都有三圈不同脚印 就是其实是那里生命是非常活跃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从2014开始推到现在 就是天堂岛屿 就是我们民宿就是叫天堂岛屿 然后我在当地做过一个计划 就这个名字 岛屿池其实是台湾 因为我是台湾过去的 然后我2014开始推的时候 其实我是集职 我有一个人嘛 我就集职 然后有朋友赞助 然后所以其实导致是 就是这个情况其实从台湾开始 那天堂你们知道 就是在伊斯兰在基督教当中 天堂都有那种花园 绿色生命避应所的一个印象 那其实天堂在山沫 就是对我来说 所以我是把绿色生命避应所 给它放到名称里面去这样 这个是这个是那个的用意 好那我很快的讲是 因为我刚刚一起其实有讲是 我去摩洛哥斯 因为我在台湾就是很很很 很不开心很不得志 然后我就离开 我一直觉得说 我现在我本来并不是一个很接近大自然的人 现在还是比如说大家说 你都你怎么都没有晒黑 因为我躲太阳 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太阳的人 对我其实本来并不是一个很接近大自然的人 那那很全妙的是 我当年在台湾我觉得很挫折 我就离开 我就是去去去北非 我一踏上 因为我是很伤心的离开 那我一踏上北非这块土地 我就觉得这块土地对我非常的友善 然后我觉得他他他他知道 他知道我受伤 那他也不需要我解释 他就他承接了我 是那时候我自己很很强烈的感受 因为我我可以来修行 因为他很友善 那因为我刚刚有讲是 因为我的名字会被某些人听见 那他可在文物上攻击我 以至于我去 我就说好我没有过去 我没有未来 我没有文品 我什么都不是 我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我可以修行 就是从零开始 好然后就正式修行 然后你们知道某一个地方叫Face Face是一个千年的古城 它有很很高的城墙 那我第一次去Face 我就游走在那个很高城墙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大家有很强的感动 我就觉得那个很高城墙 就像母亲的子宫 他把我保护着 然后我被抚慰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Face 他长年曾经是收留很多流亡的人的地方 虽然说都有时间很久 可是我就觉得我有被抚慰到 那好我就觉得比较舒服 后来一直到 然后我是跟我上次说我去沙拉 我第一次走进去沙拉 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其实我还是带着很多不愉快的回忆 真的就是在台湾受挫的经验这样 然后我就走到这种地方 像这个地方就是我算只有这一张 可是360度都长这样 就是地平线门就把你围起来 嘿就是地平线这样 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说 其实人真的很渺小 然后我的痛苦失望悲伤 其实都不算什么 然后沙漠的风很大一直吹一吹 我开始觉得说好像很多经验跟记忆 都被风带走了 我开始想不起来了 就觉得生命比较轻盈 这个都是那个地方给我很大的触动 还有就是像我有连有了教FB 就知道我的乡土剧也很惨烈 就会问我说就是我怎么还有办法撑 我一直都在说 我一直觉得那块土地在支撑我 它会给我力量 包括说 好我2011年发生的事情是 我去我觉得我不开始被抚慰 可是那个台湾的经验还是给我 还让我觉得很受伤 那有一次就是我不小心 就是我偶然就是跑到大沙去 我看戏啊 我突然之间就是泪如雨下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就狂哭 眼泪一直掉一直掉 我就想到台湾事情就一直哭 我就看到我眼泪掉在沙丘上 然后他就被沙丘很快瞬间就 就带着 我当下觉得撒哈拉好慈悲 他就是把我悲伤啊失望啊委屈啊愤怒 全部都带着 我觉得我好像整个人有被服务跟被更新 就是我大自然疗愈 就是我没有求 可是撒哈拉就这样子给我 我在我就问我在信里就问撒哈拉说 你为什么让我出生在台湾 然后你让我在法国念说念那么久 然后你让我回台湾加我那么挫折 你才让我回到你怀里 然后就一直哭 狂哭一直掉眼泪这样 然后就看到我的眼泪一直掉在沙丘 就一直一直不见 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 其实你从来没有离开 那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那一天从撒丘下来之后 我才觉得说我有力量回台湾 就是我觉得他把我什么东西更新跟带走 那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支撑我很大的力量 就是当你知道当当当当年我跟我妈说 我在台湾走头路 其实其实真的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在干嘛 因为我已经